新一年,芫荽熱潮有增無減 最近太子有間新開的小食店 招牌貨是芫荽炸雞,全港首見 整個雞都是芫荽 我們是用了大量的芫荽去打,打醬 再加入其他醃料醃到雞裏 老闆是芫荽Fans 炸雞除了用芫荽醃過夜才炸之外 表面還放了大量的炸芫荽 來自台灣的鹽酥雞 因為看到別人會炸的九層塔 我們就嘗試用同一個方法 用不同的材料去做 炸雞用雞腿肉,外皮炸得香脆 裡面肉嫩多汁 芫荽清香可以中和油膩 味道出奇地 我知道外面很多底味都是一樣 可能只是上面不同的粉或醬 除了原味的炸雞之外 其餘的三款全部都是自己醃了味道 另外一款麻辣炸雞也值得一試 老闆特地用了墨西哥辣汁去醃製 我就是知道它這麼辣 想試一下會不會醃到雞 也做到同樣的效果 結果出來是很好的 跟一般四川麻辣不同 辣椒味很明顯 而且越吃越辣,後勁十足 除了炸雞,這裡還有串燒 每天都是去街市買新鮮海鮮回來 兩位同時90後的老闆 都是第一次接觸飲食業 這個時勢開店都是因為疫情 其實很多人問我很瘋 這些時候才來選創業 但我覺得有危就有機 因為我自己本身因為疫情 所以實業 即是說真的,積蓄有限 你繼續這樣洗肺也不是辦法 所以他就跟男朋友商量 趁現在周圍這麼多急鋪 一起試試創業 所以我也多謝我男朋友陪我一起瘋 來看見你 看見你